刘国梁通过了四拼赛揪出了低迷二人组 而且呢周启豪14次参加了国际大赛 输掉了12场外战 另外呢还有两场比赛输给了自己的队友 林高远呢本次的比赛也没有获得前三名 说白了金牌银牌跟铜牌跟林高远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接下来这两名选手是不是要换人 也就是要被淘汰出局呢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长按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共同跟大家聊聊以下的三个方面 首先呢第一个方面 视频赛的比拼当中要说发挥最低迷的十名选手选出一名 那么相信呢很多球迷跟庄家朋友们都有目共睹 那这名球员肯定就是周启豪 为什么周启豪啊在本届的视频赛当中发挥是最低迷呢 很明显嘛 如果大家认真观看本次的比赛 尤其是男子当打比赛 原本呢我们国平队伍一共就派出五名选手 四名选手全部分在了上半区 尤其呢是包括了房政东 他居然呢跟王楚清林高远跟梁静坤呢 全部呢分在了同一个小小的半区 而下半区呢只有周启豪一名选手 原本呢大家都以为啊 周启豪既然是作为我们国平 视频赛直通赛的狼当冠军 黑马的主力 那么派他去出仗是不是已经很稳了呢 有可能会杀出球围 成功获得狼当冠军 然而呢让广大的球迷大跌眼镜非常的意外 周启豪居然呢 32强的比赛当中就被波尔给淘汰出局 可以说这种情况呢 真的让人难以接受 周启豪怎么说都是作为我们国平队当中 黑马的主力选手 你怎么能够在32强的比赛当中就被淘汰出局呢 而且周启豪他的出局输给国外的选手 已经不是一两次的事情了 基本上呢超过了12次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从数据统计当中很明确的看得出这个点 过往的比赛呢 其实刘国良呢 给到24岁周启豪他去出外打比赛的机会 已经是很多的了 包括了14次去出仗 另外呢输给了外仗的选手 输给国外的选手 一共呢就输到了12场 另外呢还有两场比赛呢 分别输给了我们国平的雪星 还有呢输给了梁静坤 其他的12场比赛 都没有打进过决赛 更不要说争夺金牌银牌了 其中呢都是被国外的选手淘汰出局了 所以呢周启豪这个点呢 就正式验证了 周启豪适合我们国内的比赛 但是你要说派他去参加国外的比赛 外战能力还真的并不强了 现在呢很快就被淘汰出局了 所以呢如今来看啊 第一名二人组当中啊 周启豪算是第一位了 然后呢第二位他就是林高远 为什么林高远也有份啊 林高远不是发挥的好好的吗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 林高远呢现在27岁了 过往呢一度被称之为天才的黑马主力 但是我们看到过林高远 在世界的三大赛获得过冠军吗 没有啊 林高远呢已经参加过很多场国际大赛了 就是一路没有获得过冠军的荣誉 而且呢本次的比赛呢 他也早早被淘汰出局 另外呢双打的比赛当中 也没有获得比赛的一个金牌 银牌或者铜牌 其中呢只有他在混双的比赛当中 搭档上了国外的选手 获得了第三跟第四名的并列成绩 但是呢最终啊也没有如愿 能够获得一枚金牌或者银牌 所以呢林高远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说呢他整个人的状态 依旧呢是保持的相对比较平稳 但是这个平稳呢 是处在一个中间的水平 上呢又上不去 你说下去吗 但是呢他的成绩呢 又处在中间比较平稳 并不靠后也并不靠前 所以呢现在的林高远呢 真的是比较迷茫 毕竟呢27岁的年龄 要赶紧拿出实力了 至少呢你要去拿到金牌 或者银牌 证明自己的实力啊 不然现在的林高远呢 处在这个位置啊 真的很尴尬 所以呢接下来的比拼过程当中啊 林高远以及周启豪呢 低迷二人组啊 确实呢要引起访识了 刘国良队接下来的比赛呢 大概率还会给到林高远 去发挥的机会 而对周启豪啊 14场外战比赛输到了12场 估计呢周启豪要被淘汰出局了 林高远还能留下来 那么大家对于本次视频赛 揪出来的这两人组 林高远以及周启豪呢 大家认为啊 该不该继续留下来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来到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